小妹妹 佩哥可以 先生我是服务生 我是裴酒小姐 一个他妈出了卖的 你中了什么精准 李远 欺负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表美风度 副总先来不信你一次 今天竟然主动帮你一起 难道 副总给你起了围 还不改进 请来 救命之恩 你想以神相许 我在黑色的你 家 有些些未远的寻找 呼吸吸吸声声的 是 我还能看待你从头 做花花的组合 是 回味的 怎么会是副总 副总凭你起来唯 还不敢进 进来 小小 泡半个小时就是毕业典礼了 要是没有学生证 没办法进场的 该不会落在副总的房间了 喂 教长 您的学生证找到了 来我白宫去拿 嗯 副总每年给咱们学校 捐钱有捐楼 麻烦他这种日理万机的人 并送学生证 你的面子可真大 还不赶紧说谢谢 副先生这种大人物来这里 就是为了给我送学生证 谢谢副总 你先出去吧 我有些话想跟他私下说 你要跟我结婚 到年龄了 家里催婚催得紧 要我生个孩子 可是您作为副市财团的继承人 想跟您结婚生孩子的人 那不应该很多吗 我们说一个合作起来会更默契 而且你很年轻 对不起副总 我已经有难过 而且我们感情很好 我不能答应您的主意 昨晚的事情 这就是个意外 感情和婚姻是两码事 你慢慢考虑 想好 随时联系 如下 或许有天你额到 停下 江丽 听说你陪有钱人睡了 江丽 你听我跟你解释 我被人设计了 是经理 经理他给我下了药 我喝了酒之后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江丽 江丽 他是林下子男朋友 江丽 他俩的感情和成绩 在学校里 能够出给门的好 真恶心 我们分手吧 江丽 马上就不是了 马上就不是了 我用尽一生的天 只为更正 江丽 你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了 对不起 发生这种事情 你一定比我更难过吧 我排队买了你最喜欢吃的绿豆酥 在寝室楼下等你 还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你能不能 给我一次忏悔的机会 喂 你好 是江丽家属吗 他出车祸了 你赶紧来一趟医院吧 什么 阿姨 江丽怎么样了 三星 都是你害的 江丽要不是我去给你们求婚见识 他怎么会出车祸 你跟我说的惊喜 就是求婚吗 别人努力出血急需五十万 请您立即缴费 五十万 我就是擦锅满天 我也操不去呀 都是你这个三万行害的 江丽要是有什么事 我们也不活了 阿姨 你别操心 不是 这五十万我一定想办法做起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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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有没有五十万 有没有五十万 就别着急 你现在就打给我 五十万 我刚买完包 身上只有一万了 我都转你吧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傅先生 我答应跟您结婚 比您生的孩子 发生什么事了 哭得这么难过 我男朋友出车祸了 急需五十万 我拿不出来这笔钱 你别急 这五十万 我帮你解决 我帮你解决 不过我是个商人 从来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正合婚前协议你先看看 没有意见 在上面签个字 好 两年内 你替我生个孩子 我们就离婚 到时候我会给你两亿和一套金水乱别墅 如果你有别的条件 可以跟我再提 所以 我只需要做一个生育攻击 就可以了吗 你可以什么力气 我签了字 以后就会是傅衍生的妻子了 不能再是傅衣在一起 如果你不愿意 门就在哪儿 随时可以走 我答应你 这是我说的 谢谢你 明天找个时间 副总 林小姐送走了 交易车祸的事情处理干净一点 另外 帮我预约一下结诈手术 副总 您和林小姐结婚 不就为了要个孩子吗 我不要孩子 这张卡 你拿着 不用了 傅先生 我 结婚第一天 我不希望因为这点小事成交 我要去出差一趟 七天我会派人来接你 你帮我家去 好 傅先生 我能跟您商量一件事情吗 说 既然我们两个是契约结婚 那能不能不对外公开这段关系 你的意思是 隐婚 好 好 好 喂 林小姐你男朋友醒了 真的吗 好 我现在就过来 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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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云你醒了 江云 你是谁 我是你女朋友林夏呀 你怎么了 林夏 你就是那个为了钱 跟别的男人乱搞的贱女人 你就是那个为了钱 跟别的男人乱搞的贱女人 滚 你这个扫把兴 你还有脸来见江云 你还有脸来见江云 你记住 他就是个水星阳光的贱女人 你出了车祸 他直接去找了机主 你不问不问 你现在醒了 我来这儿装模作样的 好好你 我一直在想办法救你 我再给你抽手术费 你的手术费还是 我爱你的手术费 是我卖堂出的 管你什么事 实际呢 就可以来这里骗他 江云 你别听爱意的 你相信我 江云 江云 江云你很爱我的 江云 你送我的戒指 你忘了吗 你很爱我的江云 既然你为了情 背叛了我们的感情 完全不了 再来这假惺惺的来个核心 你怎么了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江云 你彻底忘了我了吗 夏夏 你先出去 让江云也见一下吧 江云 我已经跟福岩生结婚了 就算江云知道我 又能改变什么呢 福岩小姐 你放心 再也没有人 能阻止你 跟江云在一起了 我找人催眠江云 选择性失忆的事情 你们好了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当然 林夏 你一定想不到 你跟人睡了的事情 是我找人告诉江云的 太太 这位是张嫂 专门负责您和副总的饮食起居 以后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叫她 太太好 你好 太太 这里是先生的主卧 以后您跟他 就睡在这个房间 先生今晚回来 让你洗眼镜等他 追听我 韵诚 负总 想嫁给您的女人那样 那么多 为什么是林小姐 哥哥你别睡 是谁 我叫林夏 你别睡啊 哥哥 交易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将他和大小姐全部送出国 还有车后的资料除了书房那一份 其他已经全部消灰了 办得不错 您要去哪 我去备车 回家 交易再见了 太太呢 太太在书房看书呢 车后的资料除了书房那一份 其他已经全部消灰了 交通事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先生 我 不该动的东西 别乱动 我就随便看看 洗干净了吗 洗干净了 不愿意啊 傅先生 是不是我给您说完孩子 您就会跟我离婚了 对 这就是我们的默契 你看这房间的窗窝 我为任何理由哭过 让情趣味的悲剧 当家沉默 我看到面前的窗窗 不得太太 您还是没有怀孕 还是没怀上妈 喂 妈 林夏 你这个小贱人死哪儿去了 今天家里来的贵客 还不快滚回来做饭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你是要把我跟千语都饿死 妈 我刚才去做检查了 我说林夏 你嫁给燕山已经一年多了 看了那么多大夫吃了那么多的补药 也一直没怀上 养个母鸡会下胆 养你只会浪费粮食 你到底能不能怀啊 伯母 我听说林夏姐 在嫁给燕山哥之前 是在酒吧陪酒 该不会是那个时候 打胎次数多了 不孕不育吧 什么 你说她以前是在会所陪酒的 燕小姐 我以前是在酒吧做过服务生 可是我没有陪过酒 我更没有打过胎 请您谨言慎行 我说你怎么一直都怀不是 原来你嫁给我儿子之前 就是一个水清洋喝的借户 我在干什么 燕山 你回来得正好 轻语说她以前在会所陪酒的 我可就是打胎次数多了 一直才怀不上的 我要你跟她离婚 马上跟我离婚 就是啊燕山哥 她以前就是陪酒小姐 她嫁给你就是为了钱 一年多都生不出孩子 她身体就是有问题 那你们说怎么办 燕山哥 我刚做过检查 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要不你娶我吧 我肯定能给你生儿子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你也配啊 妈 林夏现在是我妻子 生孩子是我们的 是我们爱什么受生 就什么受生 你不要再催了 她第四是跟我睡的 也不是什么陪酒小姐 更没有打过胎 以后这种搬弄是非的女人 不要在我家里了 再有下次 别怪我对她不客气 你 张嫂 走客 老夫人 叶小姐 你爸 妈 妈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孩子总会有的 当初你跟我结婚 就是为了要个孩子 这都一年多了 你没有怀上 也不怪妈生气 跟我说 我不是为了害死 那是为了什么 跟我说 我不是为了害死 那是为了什么 先生 我我还没有准备 晓晓 叫我名字 也许 在你腿角呼吸 一口空气静静随着 时间也充满我的身体 开始不由自己 哦 你的生命 操控着我们的关系 过来帮我洗下领带 附先生 你叫我什么 夜深 记住 以后别交错了 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啊 我今天 打算再去看一个 附诊科医生 孩子的事情 别给自己太大压力 你先去看医生 回家前打电话告诉我 我让方勇过来接你 嗯 副总 您不怕 他知道您做过手术 他根本还不上吗 你会告诉他 我不会 一年前书房那份证据 特地销毁了 他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位 是你 是你 你结婚了 是当时给你钱的那个金主吗 是的 为什么听到他结婚 我会很难过 想想 他只是一个爱慕虚无的女人 江医生 我的检查结果怎么样 除了有点公寒 你身体的其他各项指标 都是正常的 不过这对怀孕的影响不大 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怀上 你打针吃药这么久都没怀上 有没有想过问题 或许出现在南方身上 有空的话 和你先生一起过来做个检查吧 晓晓 在找什么 没什么 今天去医院 医生怎么说 有没有想过问题 或许出现在南方身上 可是傅先生平时高度自律 增力旺盛 身体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医生说 让我最近几天多去理事 辛苦你了 你去找张嫂 我有一件蓝色的身衣不见了 一定要整 附带带 附带带 我跟你说 让你和先生一起过来做全身检查的事情 你跟他说了吗 他最近比较忙 等他空了 我就带他过来 毕竟生孩子的事情 不是你一个人努力就可以的 附带带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回国了 你这么着急去干嘛 我还准备带你去见见我男朋友呢 我去找你嫂子 赶紧去 啊 笑笑 笑笑 这位是 他是 江玉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 很有名的副展科医生 你是傅先生吧 你好 我是江玉 你太太为了怀孕很拼 有时候不能生 不一定是女人的问题 男人也有可能有问题 我建议你有空去做一个全身检查 多谢江医生提醒啊 我有定期做体检 身体健康得很 既然双方都很健康 还怀不上孕 你们是不是有人做了结扎 不然不可能一年都怀不上 结扎手术 江医生说的有道理 那既然这有 方元 再替我医约一个全面检检吧 是 郭总 小霞 我们回家吧 戒指怎么不见了 张嫂 你今天打扫一帽间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枚戒指 没有啊 您问先生吧 丢东西了 你有没有见到一枚戒指 没有 很重要吗 没有 也不是很重要 它既然不重要 丢了就丢了 想要多大的 我送给你 不用了 处理干净 处理干净 傅太太 傅先生的身体也很健康 那身体都健康 为什么还不能怀孕 我先去查房了 师妹 夏夏 我给你换个医生 江云刚职业没多久 自立起 金属病人手 判断的 不一定准确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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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想什么啊 不愿意说 我们离婚吧 不愿意说 能不能走出这照片 我们离婚吧 对我说就等了抱歉 元宜 我们两个都身体健康 结婚一年多 也没能怀了孩子 我已经浪费了你一年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 必须找一个 能给你生孩子的钱 至于那五十万 他当时我管你借的 等我赚钱地还给你 你真是因为生不住孩子 才想离婚 我不想让你失望 要昨晚的戒指 是怎么回事 戒指你找到了 你早早后来找不到 但你收不住 我就冲击夏夏 夏夏 你最必要见到 我会起见到 你 Make sure to come in 是否是 你会起开 你真是 尽管你 还在 我身边 我有一些事要住他 我让方园送给你相 哥 你来了 这是我男朋友江玉 是你 傅先生 你们认识 前几天在医院见过一次 没想到是你哥哥 我也没想到啊 江医生是我妹妹的 我听男生说 你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什么时候把婚事办走 哥 你帮我们安排吗 叶生 你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 我有点失眠 我想如果我再替离婚 他会对我更失望吧 别给自己采论压力 明天我妹妹停婚宴 我带你去森林心 哥 你终于带嫂子 芷芹 哥 你说的嫂子就是夏夏了 芷芹 你跟延生你们是兄妹 不好意思啊 夏夏 上学的时候 我哥不让我太招摇 所以就没有告诉你 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难怪我哥急起安排订婚宴 原来是想机会打了你 没关系啊 芷芹 谁都会有秘密嘛 恭喜你啊 能找到自己的关系 谢谢你啊 夏夏 芷芹 你过哥夫呢 你带我给你哥 见见 安芷 江玉 你怎么在这里 夏夏 我的外观夫就是江玉啊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 一年前江玉遭遇了车祸 忘了很多事情 一直都是我陪着她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夏夏 你不会介意吧 我的闺蜜居然 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 你介意吗 你会介意吗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有什么好介意的 江玉 以后夏夏就是我们的嫂子了 你要问候一声哦 嫂子 感谢大家来参加 我和南芝的订婚宴 在遇到她之前 我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 是南芝一直陪在我身边 陪我振作起来 我爱她 以后一定会好好对她 我也爱你 我跟江玉 再也没有可能 心情不好 对啊 那眼睛怎么红啊 没事 借着这个机会 我会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 哥 你还不带着嫂子 在那边再见见吗 不是说要隐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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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结婚匆忙 没有带她给大家认识 趁着今天 我有个礼物想送给她 让大家一起见证 天哪 价值四溢的粉红之心 居然是副总派下的 哇 这戒指也太漂亮了吧 副太太太幸福了 好 这么多人在 给点燕子 我的夫人 林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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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云 你没事吧 为什么我会这么难难 难道我还爱她吗 嫂子 恭喜你订婚 姜云 谢谢 你当年找的金竹 就是冯燕山吗 你因为她 我出了车祸 你对我不闻不安 她现在是我照片 她 是不是对你不好 我刚刚看到她给你戴戒指的时候 你很抗拒 戒指 怎么会呢 我刚刚是因为太惊喜了 你时间没有太好 可是我在你的眼睛里只看到了 只看到了什么 哥 你来了 我刚刚在干什么 哪怕她是前女友 可现在她是嫂子 就算看到她难过 也不该约见 兰芝和宾客都在等你 你在这儿跟嫂子聊教教我 我现在就过去 刚刚你跟姜云在聊什么 没什么 我有点不太舒服 我先回房间休息一下 好 是南芝一直陪在我身边 陪我振作起来 我爱她 傅元生 你来了 你刚才说不舒服 我让方圆找人 帮你热了杯热妞的 喝一点 谢谢 我送你的戒指 怎么不戴 我送你的戒指 怎么不戴 这枚戒指太贵重了 要给你将来真正的妻子吧 我跟傅元生 只是契约结婚 这枚戒指价值四个亿 我不能收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们领了证 结了婚 你就是我真正的妻子 我会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你 不用了傅元生 不用了 那枚破戒指 是江玉送你的吧 你知道了 对 我还知道你是因为江玉 才要跟我离婚 我跟你离婚 只是因为我生不出来孩子 跟江玉没有关系 既然没有关系 那你为什么非常在意 那枚戒指呢 那个戒指 是我跟江玉 唯一的回忆了 林香 你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你是谁的妻子 你还留着前男友的纪念品呢 我是你的妻子 扣门不就是各取所需呢 各取所需 你给我五十万就教育 我给你生个孩子 我当生了孩子之后就离婚 我只是你的生育工具 生育工具 原来你一直把自己当生育工具啊 不是吗 是 生育工具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是生育工具吗 不这样你怎么生 可不可以憋在这里啊 怎么 怕被江玉看到 既然是生育工具 那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区别 你说的 在哪儿我都没有千里取消 既然要做生育工具 那就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不要整天哭哭啼啼 给我甩脸子 我以后 我以后 要怎么面对敷衍生呢 林夏 对不起 我又惹你生气了 我想离婚 真的不是因为江玉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对不起 我又惹你生气了 对不起 我又惹你生气了 我想离婚 真的不是因为江玉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方圆 方圆 向下不见了 给我找人 是 走 向下怎么会突然不见了 等一下 我们一起江玉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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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 夫人 夫人 向下 你确定他能把虾结实到这里了吗 根据监控显示 就在这儿 沈下 林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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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真漂亮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啊 现在翻译 孤男寡女 你说我能干吗 放开我 拉走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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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来的小比赛 夜大小姐的事 你也该管 决士 决士决士 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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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士决士 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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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等一下 你这个贱人 你把我儿子害成这样 我女儿的丁欢言 也被你搅得鸡飞狗跳 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有用吗 我儿子现在躺在里面 妈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再打下来也没有用 如果我哥醒了 被他知道你打得下来 他一定会生气的 晓晓 别担心 哥一定会没事的 晓晓 我哥他肯为你绑刀 一定是很爱 你以后 一定不要辜负他 你也是爱我 太太 医生说了 副总麻药过后就会醒过来 你也守了一夜了 先回去休息吧 不行 我一定要等他醒过来 这么关心我 你醒了 晓晓 我之前跟你说了那么多难题的话 你一定很难过吧 明明是他为了救我受伤 醒来却第一时间考虑我的感受 我以前过于防卫他了吗 应该我跟你说抱歉才对 你为了保护我 为我挡道 我是你丈夫 保护你天经敌 你不要难过 我知道错了 以后不会再说那种话伤害你 其实你说得对 我跟江玉 我们两个早就结束了 我不应该还为了一个戒指 耿耿于怀 你能想明白 我很高兴 晓晓 如果我不强求你生孩子 你还想和我离婚吗 什么意思 孩子是 我们顺其自然 如果到今你没怀孕 我就和你离婚 放你走 你说的是真的 真的 不过在此期间 你不许再提离婚 福衍生 我答应你 乖 严生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什么问题 你爱我吗 那你希望我爱你吗 我不希望 我们的婚约 还有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我不爱你 你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副总 是叶小姐找人干的 她对您上次护着太太的事情怀恨在心 既然我的口头警告没用 那就让叶总亲自管教她 我明白了 对了 帮我约下福同叔叔 副总 不是不想要孩子吗 她想离婚 有个孩子她的想法或许会变一变 副总 是想利用孩子留住夫人吗 伯母 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呀 李霞在燕神阁面前告我黑妆 害得我爸动手打了我 还听了我的零花钱 我也不知道燕神怎么了 就那么喜欢林夏那个贱女人 我说什么她都不听呀 难道 我要咽下这口气吗 你先忍一忍 让我个机会 妈替你报仇 去帮我查一个叫林夏的女人 我想知道她的可行是谁 太大 心神聚集 天天都能喝到你亲手里 一定会干动的 希望她呀 喝了这汤 早点好起来 副总 查了院长说您刚做完腐痛手术 想要孩子 最快也得要三个月 太慢了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院长建议说 夫妻双方多吃叶酸 保持心情愉悦 剩下的 就只能靠你多努力了 她听到了 你怎么忽然上来了 我给你送了她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呢 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傅太太 可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吗 什么呀 我已经连续喝了半个月 你包的汤了 可以不喝 那你想要吃什么 我现在 比较想吃你 可以吗 我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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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边 再能放弄 这一点都一点 我现在 我现在 就会给夜深哥追枕冰封 害得我现在连包都买不起 你不是有很多追求者吗 找他们要啊 金鱼 零东 你来干嘛 听说你爸请了你的留用钱 我都给你花 多少 一千 秦宇 你这追求者的档次 也越来越低了吧 这一千块钱 连我们一顿饭钱都不够 还好意思说出口 你连五十万的零花钱 都拿不出来 还想追我 滚滚滚 秦宇 喂 真的 我找了好久好久了 你知道我姐的联系方式 我得找个工作才行 不然到时候一年后 给艳师的离婚了 我就没有自己的事业了 林夏 你这个死丫头 毕业一年了也不联系家里 你是想跟我断节目的关系吗 你每次给我打电话 都是为了替林东要钱 我没钱 这次我们不要钱 我跟你弟弟来海城了 就想见你一面 我很忙 没空去见 你这个不孝女 我是你妈 养你二十多年 连见一面都不肯 你要不出来 我就挺办法找你了 你 你别来见我 你把位置发给我 我令我会去找你 再跟谁打电话 一个朋友 这么慌张做什么 背着我偷情了 才没有呢 严神 明天我有点事情 你想出去一趟 可以吗 齐倩你那个朋友 你那个朋友 是姜玉 你不要乱说 姜玉现在是男智的未婚夫 几点回来 我让我发现一件 九点可以吗 来 以后你要出去 跟我讲一声别好 也是父奶的 不是我的风手品 不用退职去我的意见 我知道了 傅先生 傅总 您找我 太太晚上要去见朋友 你找几个人盯一下 绑架的是 我不希望发生第二次 是 姐 你来了 快坐 这位是老韩 今年五十了 目前在一家公司做保安 每个月 天空间加上工资 能用五千块 妈 这位是 你给我找的后爸 什么后爸 这是你未来的老公 我听你妈说 你是重点大学毕业的 今年才二十三岁 你要五十万的菜里 你长得还可以 只是 你这么瘦 你能是儿子吗 妈 你叫我来 你就是想卖女儿的是吧 什么叫卖女儿 我这是当妈的关心你 你二十三了 结婚都嫁不出去了 老韩挺好的 年龄大 会疼人 对啊 姐姐你赶紧答应吧 我还等这些菜里钱 结婚呢 要结婚 你不会自己赚菜里钱 二十来岁 整天游手 好闲 好吃懒做的 天天管我要钱 我又不是你的提款机 况且 我已经结婚了 什么 结婚了 你结婚了 你结婚了还出来骗财力 我五十万 我不能买个二手货回去啊 什么人哪 呸 老海 你别走啊老海 姐 你给我站住 翅膀硬了是不是 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跟钱了 啥出来的妈 商量 我商量了 好让你们再管我要钱是吗 我是你妈 养你这么大 孝敬我点菜里钱应该的 你是我妈 这么多年 你把我当做过你的女儿吗 从我出生开始 你就想要把我送人 我中学刚念完 你就让我辍学打工 给林东赚彩礼钱 还是一个好心人 资助我念完的大学 要不是江玉把我带走了 这么多年 我早就被你卖了吧 我不可能再给你们钱了 你作为姐姐 帮着那儿弟弟是应该的 再说你弟弟要结婚了 你不得 意思意思呀 你把姐夫给你拿笔财业钱拿出来吧 公共找合 说什么 姐夫 你什么时候跟我姐姐的婚 你跟我说一声 就是 当初你一穷二白的 我们下下都没嫌弃你 现在 你发达了 林东要结婚 你作为姐夫的 怎么的也得 那个百万十万吧 什么意思 你之前跟着我吃过很多苦 你别相信他们 他们只不过是想管你要钱 姐 你怎么还不承认呢 姐夫 嗯 前期考研的时候 我姐寒冬纳月街头卖花 供给你的成功费 他为你付出那么多 你可别亏待他的家人呢 等到我误会了 你们别管姜云要钱 他不是我老公 什么 你们在一起四年没结婚 我们一年前就分手了 分手 那他老公是谁 他是 当初我是裸婚 我一分彩礼钱都没要 我不能让他们去找复营生料去 我怎么生出你这个盆钱货 结婚 一分钱彩礼不给男人要 对呀姐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哪有女人不要彩礼的呢 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 我来开 电话给我 我去找他要钱 我不可能带他来见你们 更不可能带你们去管他要钱 你个小 你个小 我这里有三十万 如果真的结婚缺钱 结婚 姜云 三十万嘛 是少了点 不过 既然是你的心意 我就 向那了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 那三十万 都敢说我管你借的 到以后我赚钱了 一定会 不用了 就当时我补偿给你的朋友 那怎么能行呢 反正这钱我一定要还给你 姜姜 一年前你嫁给福岩生 是不是别的 福岩生只不过是想要找一个人 结合 当然我需要钱 所以我先想给福岩生 你别听我把他们瞎说 他们只不过是想要更多的钱 不是 那这件好钱 你说的是怎么办 真话假话的 很重要的 咱们两个现在都有个星星 难知 他才生死未来 师傅 我先走了 对不起 到底 让记得什么 好 知道吧 福岑 有太太的消息吗 他就加了哪个好友 姜月 我先站过来 叶神 你下班了 坐下 今天去见朋友 开心吗 挺开心的 开心 去见了什么朋友啊 改天带我见见 可是不要让他见了马云丁 连都被姜文承受的要求 就一个普通朋友 而且见完我之后 他们就回老家了 姜玉也是普通朋友 严慎 你都知道了 我不希望绑架的事情 发生第二次 所以让人暗中保护你 你欺骗我说去见朋友 结果是去见姜玉 你欺骗我对你的信任 严慎 骗你是我不对 但是我不是我的信任 那你告诉我 你今晚到底是想见谁 我不能告诉他们 妈妈和爹地的心情 对不起 严慎 我以后 严慎 你太让我失望了 福音师好像跟我冷战了 这是我跟他结婚一年多了 他第一次没在十点前回房间 看见姜玉 看见姜玉 再让我发现他跟李夏私下很有联系 我们不愿意在过天待下去了 哥 姜玉 你去见李夏了 吃饭的时候应该碰到了 怎么了 以后别私底下见他了 我哥知道了 他很生气 他发怒了 咱们两个都没有好果子吃 我知道了 我今天还碰到了他的家人 他们说的 和你们跟我说的好像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他们说当初 林夏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 不像你们说的那种 为了钱抛弃我的女人 我 我也不知道 我当时是听姜阿姨说的 可我妈一定去世了 姜玉 该不会要恢复记忆了吧 燕身 已经很晚了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 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夫姐 燕身 已经很晚了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 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夫姐 我不会打扰你工作的 我只是想等你 一起回房间 我现在不想看了 出去 太慢了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院长建议说 夫妻双方多吃叶酸 保持心情愉悦 剩下的 就只能靠您多努力了 医生 你忙完了 你别生气了 我跟姜玉 我们两个 疼 疼 忍着 都罐 怎么样 给了叶塔小姐三十万 她答应嫁给你了吗 东尔 怎么样 给了叶塔小姐三十万 她答应嫁给你了吗 她还用了三十万 只是她零花钱 不要想取她 最想我给她买两千万 那你别说 两千万 我们就是把姐掏空 也买不起两千万的口窄呀 我就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 妈 我们买不起 可姐夫买得起 是什么意思 吃完饭那天 我特意留了个心眼 跟总统姐见面别墅去 那地方可是顺土寸金 我猜姐夫肯定是个有钱人 只要跟姐夫要到两千万 我就能去叶达小姐姐 由光宗要左 我吃个奶呀 太太 先生的办公室啊 就在顶层 明第一次来公司找先生 只要啊 再不哄他 先生肯定就不会生你的气了 真的吗 真的 先生那么宠你 明星啊 姐 等一下 你们来这里 你弟弟要结婚 姜宇给的三十万根本不够 还差三千万 你叫你老公要点 还欠着我们人家的菜里没给呢 我没有钱 我更没有义务去找我老公帮你们要钱 你要是不让你老公要钱 我就天天在这儿闹 秦云 你下班了 看 我来找我姐要钱了 我马上就先给你结婚了 你姐 对啊 就在那儿 你姐是林夏 是啊 我跟你说啊 我姐夫都有钱了 她住的别墅一般人都不钱 我这是笑了什么孽呀 养了你这个白眼了 啊呀 细心夫妇把你养的 结果一生不可以在八婚结了 啊呀 现在连你老公都不让我姐 哎呀我的面怎么这么苦啊 我姐啊 姐嘛 啊 就是小姐 你妈妈容易吗 妈怎么这样 让咱看看姐夫吧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看起来挺乖的 原来是个白眼 好歹是亲生母亲 怎么结了婚 年老公都不让家人结 不是的 你们来找我老公 就是为了要钱 林夏 什么结婚 你给富士集团总裁做小三 赚了那么多钱 也不分点给你们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什么 富总的小三 你们结婚了你 原来是富总的小三 也就只有小三这种品牌外外的人 才会对自己的家人不管何物啊 那情侣 你胡说八道说什么 我才不是小三啊 那你们是小三 那怎么不敢让你妈妈 见见你老公呢 小三就是小三 还抓什么正房 真可笑 我不想让他们去找傅业生要钱 林夏 别装了 我这里有傅总的电话 你敢不敢给他打电话 证明你是他的亲子 你不打 我打 不管你结没结婚 这包养钱 我一定要管我一定要管来的 干 林夏 你这个贱人 燕生哥 你来了 燕生 你怎么来了 包养告诉我你 遇到了八分 燕生哥马上就要跟林夏 这个小贱人离婚呢 你就是 包养我女儿的副总 包养 对呀 旗宇说我姐做你的情人 你包养她多久 总得跟你包养费吧 林冬 有什么事情私下说 别在这儿 我私下跟你说什么 你又没钱 借你去我去金主 给钱吧 燕生 你不用给他们钱 放心 交给我来处理 我不是她的金主 是她丈夫 姐夫你真帅 你跟我姐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吗 你叫林冬是吧 我们的家是 私底下 姐夫 都听你的 你不仅污蔑笑笑 还想打是不是 是林夏先丢我手机的 叶清语 看在我妈的面子上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 再有下次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我 方元 通知人事部 把今天闹事的人全部开 包括叶清 叶生哥 闭嘴 叶生 要不就算了 反正他也没打到我 他这种人 不值得你为他修情 你们跟我过来吧 一百万 以后别再来找林夏的麻烦 副总 前几天我去找夏夏吃饭 遇见他前男友姜玉 人家都爽快地给了我们 三十万分手费 你娶了我的宝贝女儿 一分钱彩礼没给 就想用这一百万 买到我们的关系 是不是也太没人情味了 就是啊 姐夫 你这么有钱 花一百万跟花一百块 没区别吧 你们想多少 干嘛 一 五千万 五千万 五千万还不是姜玉 五千万 再归一分 林先生 我劝你们最好见好就收 副总是看在你们是太太 家人的份上没有报警 不然 你们现在应该在牢里 是不 tokens上 我担心 我担心 有 heeft 我担心 我担心 这是 他们 这是 空灯 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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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 我担心 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你 你也看到了 他们只是想要钱 我怕他们因此要拆上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没关系 我们两个解释清楚就好 不过你借交易的三十万 我让范远还回去 你以后不准再和他有办法 知道吗 知道 以后这种事 你不要再瞒着 我是你招负 不会是你永远的好处 永远吗 永远 和合约结束 我们就要离婚了 我跟傅燕胜 是不可能有永远 可是为什么 想到跟傅燕胜要分开 我会感觉到不舍呢 我母 燕胜的他从来没有打过 从来的理想第一次打过 哎呀我也没想到 燕胜知道林夏家有那么难缠的人 居然还不跟他分手 竟然就直接接受了呀 他不仅接受了 给林夏滴滴五千万 什么 五千万 你家子 这是要来吸燕胜的血呀 我要找那个小贱人算账 妈 林夏 你要不要脸啊 你平时在家 靠我儿子养你就罢了 现在也带你的家园来吸我们儿子的血 老朋友 你别生动 滚开 妈 我没有 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昨天 你家人来燕胜公司闹事 燕胜花了五千万给你买了瓶 怎么会 你马上打电话给你弟弟 让他给我还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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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你 快 快打120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进医院 妈 你是不是 我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晓晓 我没有孩子了 你 你 我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 晓晓 我没有孩子了 嗯 叶神 你是不是给我妈和我弟弟下饭 五千万没多少 五千万还不多 我们结婚 也没给彩礼 妈说得对 我是该不备分 可是我 没有可是 我太太给彩礼 这些钱我就会少了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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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暂时不找他麻烦 你放不下来了 我哪有那么多苦 你现在怀孕了 跟以前不一样 以后好好自家待着 想出去我陪你 赵嫂 你要好够照顾佳奖 麻烦你了 知道了先生 夫人怀孕了 夫人也不会担心合约到期 他会离开了吧 不要 不要 怎么了 我梦到一年前的车祸了 我手上当时拿着一枚茄子 是临夏给我的那枚茄子 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他都跟我哥结婚了 你就不要再想了 招式司机抓到了没 还 还没有呢 为什么我感觉 那辆车是故意抓我 江玉该不会是想起临夏了吧 不行 我得告诉我哥 喂 哥 江玉好像想起车祸的事情了 怎么办啊 姬姬 你在睡觉什么呀 夏夏 是我呀 江玉车祸怎么啦 喂 谁电话 刚刚姬姬打来的电话 说江玉想起车祸的事情 江玉车祸有什么问题啊 嗯 没事 可能是昨晚小两口吵架 找我发牢骚 你先赶紧换衣服 那下午要去诊诊 嗯 肚子给的孩子很健康 偶尔有空的话 你可以多运动运动 是在家里也不好 谢谢医生 不用谢 看到傅先生说 恢复得这么快 我也很高兴 这身体怎么办 难道傅太太还不知道 傅先生做过两次手术 哦 没什么 新朗 706号病毒中的病人 情况不太乐观 家众让你过去一趟 夏夏 你还在看医生备孕啊 不是 这次我是来做产检的 你怀孕了 嗯 这周期都注意这款 辛辣刺激的生物 还有海鲜 都尽量别碰 以免影响被带来发育 谢谢 谢谢 夏夏 最近一段时间 我总是梦到一些零零碎碎的 一年前的车祸 还有 你以前好像很爱好 夏夏 一年前的车祸我查过 什么都没有查到 不过我把整件事情都串联起来了 你当初说想办法救我 那五十万 是你用自己的婚姻和福燕辰交换的 你当初说想办法救我 那五十万 是你用自己的婚姻和福燕辰交换的 机会 幻花生殿 停留在这边 月夜 每次花的雪 那五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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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我跟她 彻底错过了 事情都过去没有了 我们两个父母的先生 一年前的事情 没必要在这边 这么说 你承认了 你是因为我才跟福燕辰结婚的 江玉 南芝 江玉 你在这儿跟嫂子聊什么呢 我来做产检 碰到了 就随便聊聊聊去 正好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我哥把我跟江玉的婚期提前了 下周准备搭办一场 那 那恭喜你们两个 终于修成了真光 谢谢 那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南芝 婚约提前的事情 为什么不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我这不就在跟你说吗 我们总是要结婚的 早晚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 这不是我哥的安排吗 江玉 喂 喂哥 林向玉来找江玉了 而且他还哭了 怎么办啊哥 医生 今天这么早下班 又去见江玉了 我只是做产检 意外跟他碰见了 意外 真的只是意外 你相信我 我只知道 答应给我不跟他见面的 答应我都不要做到 医生 是 我 知道了 我去给你买新酒药 我去给你买新酒药 林向 要是燕生哥跟我上床了 我倒是要看看 你跟不跟他离婚 先生或许是有什么事 才没回来 都十点了 夫人 你还怀着孩子呢 先吃饭吧 林向 你跟傅燕生只是契约结婚 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你为什么要这么难过 早晚给我打了那么多电话 有事 燕生 你昨晚去哪儿了 为什么一夜都没回家 应酬 怎么了 应酬 您失去应酬了吗 我收到了 你明夜就已的床障 你没睡啊 明夜 我刚怀孕 您就背着我抓潇洒 昨晚应酬 喝多了 叶青 你偷了饭很简 幸好方远及时赶了回来 把他赶走了 我和他什么都没发生 真的 你要相信我 你老公的眼光可没那么差 你是不是吃醋了 没 我再没吃醋了 好了 抓潇洪我过去吃饭了 快 快 住五园 我会松нут 什么喜事笑的这么开心 他呀 会在我了 傅总 还是有一个事 需要和您说一下 你真的不提前告诉先生的事 可以多少 不是看他嗎 不說說了就不是驚喜了 我先走了張嫂 嗯 他昨晚喝多了酒 喝點湯應該會舒服點 副總 太太前兩邊去做產檢的時候 碰到了一年前 給您做結紮手術的醫生 他說漏嘴 您一年前做過手術的事情 他從沒來過我 太太只是感到疑惑 您看還不知道 您看需要通知醫院的人 把您兩次的結果當不銷毀 當然 這件事 永遠不能讓夏夏知道 你打針吃藥這麼久都沒回上 有沒有想過問題 或許出現在南方村上 當然 這件事 永遠不能讓夏夏知道 婚姻是假的 生孩子也是假的 婚姻是假的 原來你從一開始就在騙我 別嚇了 怎麼是你 我的孩子 我先送你去醫院 媽 快 懷孕了過馬路還這麼不當心 你知不知道如果我沒殺入車的話 後會怎麼樣 我沒事的 是不是跟敷衍生的感情出問題了 別說了 我想一個人敬一敬 小小小 你沒事吧 她沒事 肚子裡面的孩子也沒事 不過她的體質很差 不能再受刺激 如果再受刺激的話 不但孩子保護住 以後也很難回事 你怎麼會在這 是我開車不小心的 郭先生 你幹嘛 她還得你差點瘋船 不露我的問題 你就不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問題嗎 為什麼要讓一個孕婦難過 為什麼要讓一個孕婦自己單獨地走在路上 小羽 等你很久了 菲衍生 楊羽 你先出去吧 可事 沒有可事 這是我們夫妻的事情 你出去吧 瑟瑟 你沒事就好了嗎 我沒事 菲衍生 你為什麼要騙我 傅妍生 你為什麼要騙我 你都聽到了 對 我聽到了你跟方遠的對話 希望我懷孕的是你 希望我不懷孕的也是你 你到底想要我怎麼樣 你能聽我解釋嗎 你解釋嗎 我聽 我們的合約只有兩年 我害怕你生完孩子就會離開 所以才會重視下策 想著先不要孩子 先跟你慢慢培養感情 可後來你要跟我離婚 我想 你有個孩子 你的想法會不會變一變 菲衍生 你知道我這一年 你知道我這一年 有多大的精神壓力嗎 我一直覺得我有什麼重大惡劑 我生不了孩子 結果是你在騙我 你為什麼要騙我呀 你幹不出來嗎 我愛你 你愛我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要問你 什麼問題 你愛我嗎 那你希望我愛你嗎 我不希望 我不愛你 你說過 你不愛我的嗎 我之前是不想 想給你太太的精神壓力 如果你接受不了我對你的欺騙 那我們就離婚吧 離婚 離婚後 我之前承諾你的兩億分手費 和禁食完備處都會給你 包括 孩子的撫養權 走吧 一切是不是 我想一個人 親一家 你好好休息 我斷著斷 副總 раш 很好看 你还在生我哥气 其实我哥已经知道错了 他也是想哄你开心 又怕你不领情 这不让我带你出来散心吗 你就别生他气了 夏夏 我哥他身去高位久了 做事情难免只看结果 不计后果的 可能有些事是过分了点 但是他对你的好 可是真心的 你真的要跟他离婚吗 我不知道 林夏 或许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呢 姐 妈这说话快不行了 想见最后一面 你快来趟医院吧 什么 妈怎么样了 姐 对不起 什么 你没醉 做得不错 你利用我 你应该庆幸 你还有利用的价格 这可是你能逼我的 我们 我们 神呐 神灵半夜 一个大火人的屁股消失 目前通过监控能确定 你别紧 已经在找了 哥 我跟江云确定据钱的时间 但他忽然联系不上 医院和家里都没人 怎么办啊哥 副总 太太有消息了 郑玉 我怎么会在这里 林霞 你们 林霞 你们 大黄前夕竟然公然偷情 真不要脸 怀孕了还在外面找男人 还找的是自己的妹 小玉 你敢死 跟着 我 madre 我害你 我不想 我不想 你的这个 它也很要 你 我 能不能接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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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接 严慎你住手你别打了 哥 你要打死他吗 他敢急于林侠就该死 那你不如先杀了我 封锁消息 今天要传出去半个字 你就跟我搬 是 江玉 我送你去医院 不用了 我居然想起来了 包括那场车祸 是司机故意撞我 傅太迟 我对你太失望了 哥 江玉恢复记忆了 你会知道 我哭了 你会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不知道 江玉恢复记忆了 你会不知道 你早就计划好跟我离婚了吧 严慎 我根本就不知道江玉他恢复记忆了 昨晚林东说 他说我爸生病住院了 我一到医院 就被人打晕了 醒来 醒来我就在救援的床里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严慎 林夏 你最好别骗我 薄源 把林东带过来 薄姐夫 怎么忽然想见我 昨晚 是你约你姐说谁 姐 在姐夫面前 这是真的能说的吗 林东 昨晚到底是怎么回事 昨晚是我姐逼我带着去去江玉的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我没有胡说八道 你还威胁我帮你穿供 比我说你是去医院看妈的 警告我说如果不帮你 你就告诉姐夫 是我又来找人要钱 让他打死我 我没有眼神 今天就承认吧 姐夫这么爱你 只要你跟他道歉 他一定会原谅你的 滚出去 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从今天起你也不用出门 除了禅姐 哪儿也不协去 陈燕山 陈燕山 当初我车祸的事情 是不是你找人干的 对啊 真不要脸 为了拆散 我给您一下脖子手 我打死你 放开我 我不要脸 不要脸的人是你吧 我和林夏是合法夫妻 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做我们之间的第三者 不要脸的人是你吧 我和林夏是合法夫妻 是你一而再再而三 做我们之间的第三者 要不是因为你 我跟林夏根本就不可能分开 如果不是因为我的钱 你也没命在这里交响 我不会让林夏 跟你这个卑鄙小孩在一起 我要告诉他真心 把他带走 给我往死里打 副总 我们这样对江玉 是不是有点狠 要不是因为男芝喜欢他 他现在只会是个死 当初车祸的证据 销毁干净了 已经全部销毁了 司机一家 也已经送了你回外 他没有证据 谁就赶紧 你 Crash 小羽 你离林夏原点吧 不要再去招惹我哥了 我哥在林夏山 结实就是个疯子 不会有以后了 妇太之 他快完了 贱人 你必不严深 把爱赶宝贝所的勾出来 你却让他那团戴绿帽子 妈 我没有 我那晚的事情我是被人设计的 都被人抓奸在床 你还敢交变 来人 把他给我带到医院去 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打胎了 谁知道你肚子里面的健庄 是跟哪个业的人一起吃饭 还故意赖给业神 放开我 放开我 我肚子里的孩子不是野种 你在干什么 业神 你快跟妈解释 我们野人的孩子都是野种 业神 你回来的正好 我们佛家的脸 都被这个贱人给丢尽了 你赶紧 带他去医院 把他肚子里的野种打掉 是 把婚给我离了 又啥人了神哥 他都给你戴绿帽子了 你就听过我们的话 跟他离婚吧 省不大家以后都耻笑你 滚 都给我滚 医生 医生 你 你要跟我离婚吗 你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了医生 我记得你每张笑脸 医生 医生 你今晚还回来吗 副总 你安排的封锁消息的事情 已经办好了 这是 这是什么 我去找酒店经理 消费监控室 他说那段时间 正好酒店已经停电 没拍到 您说这两件事情这么巧合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今天的事 调查清楚 副总 您会和夫人离婚吗 他这辈子 都彼此 哥 江玉要跟我退婚 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们傅家人是不是觉得什么事都能用钱解决 我告诉你 别说五亿 就是五十亿我也不会答应去傅南枝 江医生 您最好听一下傅总的建议 我要敬酒不吃吃饭酒 我要是不答应呢 你们还能逼着我不成 那您后半辈子得待在监狱里 带走 去 放开我 别以为这样就能逼着我妥协 就是死也不会去傅南枝的 您别忙了 歇会 这孕妇啊 不能用应过度的 这天气冷 我想早点吃好送给您吃 先生好 郡医生 你回来了 先生 太太呀亲手给你织了围巾 呀志浩 那手 可被砸破了好几次呢 想讨好我 你不用做这些事 我不会感动 只会觉得连强 郡医生 郡医生 替我收拾行 是 郡医生 你要去哪 送手 这里是你家 要走 也应该是我走 你有自身事呢就好 您别太难过 先生啊应该是还在气头上 你快想通了就好啊 郭医生 您不是特意不来看夫人的 闭嘴 方助理 我哥在吗 大小姐 如果您是为了江玉的事情来找副总 还是免开尊口 您也知道他的脾气 他决定的事情 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可江玉是我的未婚服 我哥怎么能让他坐牢呢 副总已经给过他机会了 是他自己不知好歹 他拒绝履行与您的婚约 还说要带夫人离开 他真的说过这些话吗 说了 所以副总只让他坐牢 已经很便宜他了 可我不能眼睁睁的让江玉坐牢 大小姐已经打发走了 顶替周秘书工作的秘书已经到了 您看要带过来吗 带过来吧 好 副总 这位就是新来的秘书 裴思贤 是你 好久不见啊 副总裁 谢谢 你帮帮我求我哥放了江玉吧 芝芝 这件事情 我不能插手 你哥以为我背叛他 就已经很生气了 如果我在为江玉求情的话 江玉他 是会更惨的 谢谢 你难道忍心看江玉去坐牢吗 他也那么年轻 坐牢这辈子就毁了 忍心吗 夏夏 你别忘了 要是你妈又卖了你 给你递换彩礼 还是江玉救了你 芝芝 那我只能试试 谢谢你 夏夏 放心吧 让开 我见副业生 他俩副总真没空 您就别围囊我们了 让开 业生 太太 太太好 我是副总新来的秘书 裴思贤 刚刚她领带松了 就帮她重新打了一下 你别误会 她真的是你秘书吗 秘书 怎么了 好 我相信你 还有什么事吗 业生 你能不能放了江玉 如果你是来为她求情 那就滚吧 业生 南芝那么爱江玉 如果你真的让江玉去坐牢 她会很难管 陪秘书 送客 太太 请吧 给你老婆吵架了 毕竟她现在肚子里也怀着比你的孩子 你这样她会难过的 她只会因为教你的什么 小小 怎么样 芝芝 我被你哥赶出来了 芝芝 你认不认识 裴思贤 芝芝 芝芝 你认不认识裴思贤 认识 从小到大她跟我还有我哥都在一个学校 玩的比较好 只是玩的比较好吗 谈不上 不过我妈倒是很喜欢她 从小到大一直让我以她为榜样 还撮后过她跟我哥 只不过裴思贤瞧不上我哥 她不会在我哥的公司上班吧 她现在是你哥公司的秘书 我之前参加聚会 我倒听说了一点 她爸让她继承家业 所以她要先找个公司里面一下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到我哥公司了 真是吧 宝宝发育得很好 一天就做产检的时候 她还提我了呢 医生说 这个是她还懂 我想下次产检的时候你也在 这样就可以一起看看她了 你不叫她妈妈 回家 医生 鲁医生 多希望此刻不断作业一般 不敢告别的 夜市 夜市 你回来了 哪个东西 那你今晚还走呢 今晚不走着好不好 不然你这样出去 我会担心你的 担心什么 我听南芝说 你跟裴四贤关系很好 你们真的很好吗 还不错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是你太太 问问 吃醋了 没有 夜市 睡觉 它怎么不动 她也不是无事的客人 向死山姐人什么什么 你要陪我一起去吗 看情况 严神 放过江玉的事情 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严神 你别走 你已经冷落我一段时间了 当初你骗我 我都有给你机会解释的 你就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嘛 我求你放过江玉 那是因为我妈要把我卖了 换我弟的财力钱的时候 她救了我 我欠她一个人情 能不能看贼 当初江玉救了我的分手 饶了她一次 能不能看贼 当初江玉救了我的分手 饶了她一次 饶过她 不过 她又和南芝一起出国 永远不能回来 负严神 我爱你 你说什么 我 你不是要出去吗 不出去了 你刚说什么 我没提醒 我爱你 你搬回来住好不好 我和宝宝都很想你 严神 好 负严神 这些你不在的时间里 我发现 我已经完全爱上你了 好 我汇报给副总 副总今天心情很好了 还不错 方针下去 放了江玉 定明天最早的票 送她跟南芝出国 副总 还有一个事 需要和您汇报一下 什么事 夫人和江玉那晚的事情 打了林东半个月 她全找了 叶清语 我会指使她 大云江玉和夫人 送到酒店房间 其实那晚 他们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说 只要她听了叶清语的命令 就和她结婚 你看林东和叶清语 怎么处理 不要让我在海上再看着他们 好 明白 当时伯母一直催着燕清哥结婚生孩子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燕清哥会选择林夏 所以 他们到底为什么讲 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 我是听了你的指示 才是设计林夏跟江玉的 四个燕清哥要我做了 你可一定要帮我 事情都是你做的 你要我怎么帮你 裴苏贤 你要是不救我 我就让傅燕清知道这一切幕后主使的人是你 全程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欢梅远沈 你觉得她不相信你吗 傻 掉了一大箱还是给我亲自吃 南芝在富士集团楼下等你 出国的机票也已经订好 等这边的手续办完 方越也会建议出去的 晓晓 你让我出国 你之前最大的心愿 不就是能够出国深造 和烤酒就死不上 这不正好 南芝可以出国陪你 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地对她 夏夏 你知不知道我当初车祸的 冒连车祸 是夏夏用自己的婚姻换了你的手 你应该敢 胡说 弗总 可以找到 佑君 放开 放开 你放开 谢谢 谢谢 放开 필요 是 好 江玉到底想说什么 江玉 你没事就好 这段时间我真的很担心你 之前是我不该劝 出国后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傅兰芝 你以为你救了我 我就会对你感恩戴德吗 我告诉你 从我恢复记忆开始 每次见到你都让我觉得可惜 你的傅家没有一个人是好人 我是真的爱你啊 你从那里说过爱我的 都爱了吗 那只是我失忆了被你欺骗了 你告诉我 我爱的人是林夏 只有他一个人 这辈子下辈子都不可能爱你 江玉你别走 滚开 小姐你没事吧 没关系 我爱你就够了 把他给我抓起来 我不会让林夏 跟傅兰芯这种人在一起 我要告诉他票后的遵行 在想什么 我在想 相遇他到底要跟我说些什么 他现在回复期 看到我跟你在一起 心里多少钱不开放 你不是想去美店吗 我陪你去逛逛 好呀 宝宝好像在动 你摸 你真的在动啊 真的在动啊 可能他也知道 爸爸妈妈 爱他了 喂 哥 江玉他跑了 我知道了 我让你去找 怎么了 燕山 南枝叔有东西拉家里了 他给我问问 夏夏 你爱我吗 也是 我爱你 那你以后会不会离开 除非你以后不要我 不然 我永远都不可能离开你的 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你怎么突然问这些 就突然间感觉亏欠你很多 我们结婚了 还没有办婚 不是说过 以后的孩子出生了 在办婚里吧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妻子 上车 你是谁 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目标一致 我能够帮到你 好 江玉 还没有找到 已经让人在找了 但我们查遍了所有系统 江玉并没有离开过海城 尽快 我不希望挤外申致 再去给我确定一遍 车祸记录有没有被彻底销毁 叶轩 好看吗 好看 我知道为什么 一想到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 我有点紧张 有我在 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 是 还不 cake 我有个不错 пыт Schedule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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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李夏小姐 请问您愿意成为 傅燕生先生的妻子吗 无论贫穷富贵 都不离不弃 他不愿意 江玉 江玉 你不是出国了吗 傅燕生为了他的计划不败了 当然要迫不及待地送我出国 谁呀 这是 今天这种大喜的日子 来茶场的呀 这你都不认识 这是傅燕生的卫生夫 据说他勾引傅燕生的老婆 被送出国了 真不要语 连自己的亲嫂子也会放过 别听他胡言乱语 还就是想破坏我们的婚礼 别听他胡言乱语 还就是想破坏我们的婚礼 别看 放开我 我没有胡言乱语 夏夏 当初我出车祸的事情 就是傅燕生为了得到你一手策划的 什么意思 江玉 你想破坏我们的感情 是不是要想一个聪明的方式 我跟林夏认识他 本本就不知道你是他男朋友 怎么对你下手 傅燕生 你的能力和地位 你想查什么查不到 夏夏 你这种不择手段心狠熟辣的人 还在打算跟他结婚过一辈子吗 夏夏 我们相爱四年 我没有理由骗你 这么说 是傅燕生什么好坏啊 傅燕生什么什么 他还跟一个医生 傻老婆 那可不一定 你看他平时带人温文而雅的 商场上的手段是孙鲁明的毒辣 夏夏 我们同庄共产一年多 你信我 还是信他 放开 我 三年老公 我要让自己 放开 滚开 夏夏 跟我走吧 我一定会跟你幸福的 她是我老婆 我 我 林夏 小夏给燕生哥做副太太 你去死吧 小夏 小夏 太太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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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睡 小夏你不要睡 你这个眼睛看着我 小夏 小夏 小夏你不要睡啊 小夏 小夏 来 小夏 家属不能进 小夏 福总 夫人怎么样了 叶清宇 为什么会出现在婚礼现场 那些暗宝人员都是死人吗 叶清宇是陶宇出来的 和婚禁在现场加班成服务员 那些保镖没有发现 目前已经被警方控制住了 您看 怎么办 这种事还是要我教你 要是林夏和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朝两晚 我要整个叶藏类子 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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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可以 哥哥你别睡 我叫林夏 你别睡 哥哥 我 白富先生 森大风景真的跟全云珠一样漂亮 我把自己拍的照片 做成了明信片送给您 希望您不要嫌弃 对了 过段时间就是校庆了 如果您有空 你可以过来参观 副总 声道的校长邀请您参加百年校庆的活动 您看怎么安排 休息一趟 好 等一下 别发的 记剪刀了 副总 江玉抓到了 停 因为你打死我 你跟林夏就能彻底在一起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们会过得很幸福 那只是你眼里的幸福罢了 你真的了解林夏吗 她是我们太太 我当然了解 你知道 你知道 知道林夏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告诉你 她最讨厌的 就是你这种两面三斗的人 我不太好这些 哥 你不能太打他了 你再打他你他就要死了 他一而再三而三的伤害你破坏我跟林夏的感情 触碰我的底线 死也我也苦 可是哥 我不能没有他 他根本配不上你 哥 我爱他 我爱他 我爱他就像你爱林夏一样 我求求你 你把他交给我 我以后绝对不会让他出现在你跟林夏的面前 如果他再破坏你们两个感情 我一定会击手杀了他 我一定会击手杀了他 滚 还不快把他带下去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许放了他 不许放他 不许放他 福总 太太行吗 山山 幸好你很 福先生 我们离婚吧 你答应过我的 你不会离开我 那是因为我并不知道 我一直都活在你设计的骗局里 交易和孩子的事情 的确是我骗了你 但我只是害怕你会离开我 会跟交易在一起 所以我才这么做的 夏夏 我对你是真心的 你会有什么真心呀 夏夏 你爱不爱你 你怎么就看说个道了 我看你走是 你拿着爱你来伤害你 你真的太虚伪了 谢谢 我也是 你走了 我已经想再见到你了 但这是我没太多怕 出去 你的那双肩 出去 我们的纪念 谁能发现 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 在想什么 医生说你出院后有毒出去走走 总是我在家里恢复的慢 我看今天天气不错 你之前不是说想去逛本店吗 我陪你去 我现在只想离婚 难道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吗 我更怕他长大了以后 发现他的父亲 是一个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的人 难道我们现在 除了离婚 就没有别的话题可以掉了吗 相遇的车祸 你不是女子 兔子这么厉害 我再去给你拨几个举子 呀呀 没有人照顾 那怎么办 你本身低血糖 现在兔子这么厉害 还沉浸不出东西 没事 你低血糖 不吃饭怎么吃 手怎么了 没什么 你先手 过敏了 谢谢 没找到 你做的 对 我看你运突得厉害 张嫂说 蓝梅山药泥 健脾开胃 不要以为你做这些 就会感动我 不要以为你做这些 我没有这么想 晓晓 我做错了事 你生我气是应该的 但我真的已经在改了 你再给我自己回 好不好 自己读 自己读 好 副总 公司有个项目临时出了点问题 需要您回来一趟 我知道了 我会过去的 您下来伤好些了吗 您下来伤好些了吗 前两天我准备去看他 就说他出院了 会不得差不多 分理上的事情 还原谅你 看看 这是今天我收拾家里的时候 清理出来的东西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如果没有啊我就全扔了 这些都是我曾经寄给 自助人的信件 怎么会出现在 傅燕生的家里 难道 他就是 艾富先生 我中学刚念完 你就让我辍学打工 给林东赚彩礼钱 还是一个好信任 资助我念完的大学 要不是姜宇把我带走了 这么多年 我早就被你带了吧 玉元 欺负这么漂亮的小公项 也太明白了 你这种公子上班 你会有什么惊喜呢 可你总是 拿着爱我的名义来伤害我 真的是他 我想见你 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扬了千个万个 世界深灵 人海你 相依 用尽了逻辑心机 推理爱心 谁能见到你 会不会 你也和我一样 再长大一世 我 全体 你 相信 是你明明的表情 生气越美 感情 怎么来 不尽情的相依 想念了 每个人都爱去 不是过几个冲击 会不会你 一样 按着那句我愿意 就是过你的冲击 会不会你 一样 按着那句我愿意 还是有一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